哥哥张国荣在4月1日纵深一月不仅是所有歌迷影迷的遗憾也是整个亚洲文艺圈的损失 一起来看看哥哥张国荣和第五代导演们之间的故事 1986年,张国荣首次和吴宇森合作主演电影《英雄本色》 徐克在剧中担任编制 这部电影不仅让狄龙周润发大火,也让哥哥张国荣受到大众的喜爱 1987年,张国荣再次和吴宇森徐克合作了电影《英雄本色2》 这部电影也让哥哥张国荣获影帝提名 童年主演电影《倩女幽魂》片中她成功塑造了宁采晨的书生形象 林采晨 1988年,张国荣和关锦鹏首次合作电影《烟制寇》 张国荣凭借饰演的《十二少一角》再次获得了影帝提名 1990年,张国荣主演了王家卫指导的电影《阿飞正传》 这部电影也成为香港文艺片的代表作品之一 之后,王家卫又和张国荣合作了东斜吸毒 《春光乍卸》这些影片不仅让张国荣获得了最佳男主角 也让王家卫在导演圈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1993年,张国荣又被陈凯歌邀请主演电影《霸王别姬》 这部影片也成就了影视界的一部经典之作 不仅在国内获奖无数 更是在国外的影视圈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张国荣在陈可欣的邀请下主演了《金之玉月》系列 入选了当年香港年度十大卖作电影 陈可欣获得第十四届香港最佳导演提名 得到众多知名导演公认 他们既是朋友又互相欣赏 当时张之亮名气不大 找了香港许多一线演员 但只有张国荣同意主演张之亮的电影 并且象征性地只收取一元钱片酬 他谱下了太多传奇 走的时候却未带走一片云彩 直到19年后的今天依然会有他的粉丝满怀遗憾